近日突然流傳富商劉聯雄 和呈斷八年的舊愛呂麗君 以名呂佩林復合的消息 兩人還被拍到同框的畫面 事後大樓急急發聲明澄清復合消息 直至呂麗君找上門 是有事要求幫忙 不過單單聲明 未足以平息風波 大樓罕有地打破沉默 在1月3日召開記者招待會 淘富水 那傢伙賴死不走 我私下人跟她說 那我開始發火了 因為我過不了 我最發火是怎樣 就是不想被人見到 我和呂小姐那時候在一起 你們有沒有看愛媒家 你們這麼多記者朋友 愛媒家的角色 有她叫食屎陳詩拉 我不知道那個人有沒有食屎 是不是陳詩拉 還是八詩拉 還是朱時的朱詩拉 我不會生氣她 這些人的層次是這樣 但當我看到她的照片拍我時 拍到呂麗君 即是呂佩林 我就很生氣 我就不想被人見到 誤會 或者被人造謠 說我和她行商場伏合 在過程中大柳韜韜不絕 亦見她精神不錯 忠氣十足 還親自為多年的種種傳聞揭秘 解開大眾迷思 我想請問你有沒有聽過 以前我在福臨門塞春卷的故事 在這裡澄清有話說 別說我沒有做過 想過都絕絕絕先 把口在別人那裡 要屈你有甚麼難 那為甚麼當時你不澄清 你問得好 我都有想過澄清 你澄清得多少個 還有 那天 不知道看哪個電視劇 又是拍射我 又說不知道在飛機 罵了人幾句 人家哭 就扔張支票到別人的面書 認識過一個人 我從來不帶支票在袋裡 因為簽名很噁心 在記者會上大樓多次矛頭 直指呂禮君的不是 多年來飽受對方挑戰底線 何不客氣掃臭對方 我說為甚麼要跟陳凱韻結婚 我說他媽媽換了個臣給我 所以要報恩 就要跟陳凱韻結婚 那件事如果不是某某人做的 我批個頭 切了一條舌頭 讓你當椅座 我要換臣 不要讓你年輕一點 六十歲人 你還要找個老臣去換 老美我就喜歡吃 簡單來說 因為錢就露出九美戶 雖然大樓和呂禮君關係決裂 但大樓就說 依然會盡最大努力照顧小朋友 並將外界對他分身家之說一一否釋 除了陳凱韻那三個小孩 陳凱韻有三個小孩 還有其他我的家人 當然其他我的家人 可能包括呂禮君的子女 可能包括保榮琴以前的子女 我就想澄清這件事 免得有人說陳凱韻結婚了 你明白嗎 沒有這樣的事 多年來有傳 大樓對舊愛李嘉一念念不忘 就連旗下的商場起名都因他而起 大樓亦首度作出澄清 那座大樓對溫是我兒子改的 我本人私人 我在工作上 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字叫對溫 那個稿是來交來 交來叫我們用秘書去登 最重要的是澄清 不想讓人再造謠造非 包括女人好 又說我最愛就是李嘉欣 我可以大膽地說 娛樂圈 誰是真是人 誰是鬼 神就沒有了 除了歌神 陳奕迅